尊敬先生 我不是教授 就怕天花板整片全部崩塌 將近兩百位民眾全部跑出影廳 把照片PO上網 立刻引發討論 網友留言 這是音效炸裂啦 全台首作4D IMAX 作戰實景特效 而且還佳料不假假 民眾看電影 看到一半天花板砸落 影城推一張票 再招待一張 影廳封閉一整天 公務局也前往稽查 天花板砸落涉及公共安全 公務局開罰六萬元 由於影城已經二十年 是否年久失修造成需要進一步調查 以免下回砸到人 後果嚴重 記者金縣中 王書宏 高雄報導